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触的一些美丽 这些东西被吸入以后 有的就会产生一种肺的这种肺 然后吸收 形成一种脉性的过程的时候 就会觉得一种脆腺化 这是一种 另外还有一些 可能是在它整个的这个疾病的过程中 会形成一种腺化的这种增生 比如说有一些疾病 我们有些原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这一类可能占很大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病 叫特发性 肺肺肺肺炎化 所谓特发性 就是我们还说不清原因 到底什么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人体里边肺里边 胶原纤维产生的比较多 慢慢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修复的过程 但是在修复的过渡了 就是我们说的肺肺炎化 另外还有一些 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原因了 比如说 结底组织病 像红白狼瘡 皮肌炎 肝燥中和症 这些疾病 内风质关节炎 这样一疾病以后 它发展到后期的时候 也会引起肺肺炎化 所以应该讲 肺肺炎化 它是一个 很多机会发展到最终阶段 形成了一种修复 过渡 是一种纤维的过渡增生 继续炎化 接通 精础 2 by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